交接典禮 谢谢你们将一生当中最精华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我们云林的孩子 春风化雨 遇才无数在云林这一块教育的土地上耕耘过种 李正强行丁 校长支部亲手提醒的程式 所谓政府以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方式来人品新的校长 这就是实现尊重教学伦理 食材使用的所求 教育是我们的希望跟未来 也是我们永续发展的动力 校长的领选跟异动 一直也受到学校社区的关注 本次校长的领聘 我们是延续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 尊重教育伦理跟适才适用的原则 虽然官府现在在情很艰难 不过李正强保证会专大支持地方的教育经费 因应社会经济及少子化的冲击 本县在教育上所做的努力跟改变更需要各位 教育推动的落手一起来努力 尽管县府的财政非常的困难 人家会以教育经费的需求为优先的考量 这是本人希望能够给云林孩子们学习上的最大的支持 也希望各位校长在学校教育的扎根的工作上 能够贬持着学习力 创造力 竞争力的三个目标 提供学生学习最大的一个协助 告诉另外亚基层 这家的校长教育会以学区的发展 以及校长生活的便利来做考量 安排校长的进步调动 记者一边为插航报道